火而火可不是光看质量 数量也很重要的 七品天才炼药师曹丹登场 为了掳走叶新兰竟然放出四头火兽威胁硝烟 没想到这次竟然踢到当板 作为叶家女婿的硝烟竟然一口气放出十一头火兽 区区四头火兽瞬间就被硝烟秒杀 亲眼看到可恶的曹丹被硝烟打脸 叶新兰的内心非常激动 当场发出尖叫声 如果硝烟不介意 新兰妹子肯定会为硝烟生一大堆猴子 叶城大战结束之后 叶仲长老告诉硝烟 想要守住叶家的地位 需要率先接受单塔队伍大家族的测试 可硝烟来路不明不能直接代表叶家参赛 经过商议之后决定让硝烟冒充叶家女婿 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参加比赛 硝烟表示这样不太好 自己倒是无所谓 只是这样会影响叶新兰的声誉 没想到新兰妹子却表示 只要为了叶家她什么都愿意做 小一先安慰新兰 她说硝烟绝对不会见死不救 于是硝烟摇身一变就变成叶家者女婿 可万万没想到 曹家天才炼药师曹丹竟然带着两位八星斗宗找上叶家 动画剧情改动之后变成一位斗宗 曹丹准备强行掳走新兰妹子 结果却被天火尊者一招拦下 曹丹的表现非常狂妄 声称曹家是大可不是一个小小的冰壳古能 随后曹丹主动提出要和硝烟比试一下控火之术 倘若自己输给硝烟 迎娶新兰过门这件事就此作罢 随后这家伙直接拿出天鹰魔 这种兽火竟然取自八戒魔兽天鹰三头师 曹丹释放灵魂力将天鹰魔火凝聚成一只蝙蝠 区区兽火硝烟根本看不上 接着放出清廉地心火凝聚火狼 区区兽火肯定不能和一火相比 三下五除二就把蝙蝠追着打 眼看天鹰魔火无法与一火抗衡 曹丹又放出三头火兽围攻火狼 曹丹吐曹硝烟 控火技术不能只看火焰质量 控火数量才是重中之重 看到曹丹如此狂妄 硝烟决定好好教训他一番 随后硝烟一口气扔出十种兽火 加上硝烟强大的灵魂力控制 整整十一头火兽出现在曹丹面前 无论是火焰的质量还是火焰的数量 曹丹都不是硝烟的对手 随着硝烟一声令下 整整十一头火兽扑了过去 最后的结果自然不用说 所谓的天才炼药师 曹丹在硝烟面前也只有被打脸疯 见到硝烟干掉曹丹 新兰妹子发出尖叫声变得非常激动 正如我们之前所言 如果硝烟愿意 新兰妹子肯定会为硝烟生一大堆猴子 曹家风波结束之后 硝烟前往圣丹城丹塔分塔 考取炼药师资格 没想到白家和邱家也在此处参与资格考博 白家老妖婆看不起叶家 因为硝烟身上的炼药师徽章 只是一个四品炼药师 硝烟可是干大事的人 她根本没有理会老太婆 随后询问主考官韩丽 此处测试的最高等级是多高 韩丽告诉硝烟 这里最高可以测试七品终极炼药师 于是亲自带着硝烟前去参加测试 时间过得很快 白家和邱家的测试结束之后 邱家通过两名六品终极 白家的白威妹子竟然通过了六品高级 老妖婆瞬间变得无比自大 当面吐槽叶家都是没用的废物 等到叶家被单塔出名 她一定会好好款待叶家 可就在下一秒 硝烟竟然通过七品终极测试 摇身一变就是七品终极炼药师 没想到打脸来得如此之快 老妖婆见识不对就准备离去 可硝烟却把老妖婆叫住 接着就是一拳暴揍瞬间打爆老妖婆 动画剧情没做描述 其实老妖婆也是一位斗宗强者 见到硝烟一拳打爆斗宗 在场之人都被吓坏